上海市领导分路慰问坚守岗位奋战高温的广大劳动者 陈吉宁表示要做好应对极端天气充分准备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确保市民安然度下 上海各界持续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促协调发展 为沉香融合发展新化卷 中方斡旋之下巴勒斯坦所有14个派别代表 在今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团结的北京宣言 第三十三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体的巴黎 陆续入驻奥运村 SMG报道团队巴黎集结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在户进入总装搭载建造 计划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 2027年以广州为母港运营 暴雨高温同时来袭 河南郑州等地强降雨造成短时内涝 浙江等六省区市局地气温超40摄氏度 今天是2024年7月23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东方新闻 我是秦逸 我是白雪雪 我们在上海的摩世向各位问好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我国今年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人设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一到六月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 失业率保持低位 六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5.0% 同比下降了0.2个百分点 低于预期调控目标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整体稳定 农民工就业稳中有进 六月末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000万人 上半年全国基本养老失业 工商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 总收入4.1万亿元 总支出3.6万亿元 六月底累计结余8.8万亿元 运行总体评论 此外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至六月底 七个试点的省市累计参保886万人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 2.0版支付改革方案 将对支付分组进行动态调整 促进医疗机构重视成本管控 降本增效 新推出的2.0版支付方案 对疾病分组进行动态调整 优化了医保付费技术标准 重点对临床意见比较集中的重症医学 血液免疫肿瘤等13个学科 以及联合手术等问题进行了优化完善 国家医保局同时明确 医疗机构不得将医保付费支付标准 作为限额对医务人员进行考核 或与绩效分配指标挂钩 医保支付方式是医保部门 对医疗机构支付结算医疗费的方式 我国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 容易滋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 2019年起 我国启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 截至2023年底 全国超九成的统筹地区 已经开展了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 26个省份已实现全覆盖 改革成效初步显现 改革后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更加规范 时间和费用消耗指出下降 平均住院日有所缩短 同时呢 对于一些适合在一二级医疗机构 开展诊疗的病种 实行了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同病同富 充分调动基层机构诊疗的积极性 按照规定 今年新开展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的统筹地区 直接使用2.0版分组 已经开展的应在今年年底前 完成切换准备工作 提高支付方式规范统一性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今天记者从中国传播集团获悉 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将主要依托广州母港运营 并且积极布局华南市场 打造邮轮经济与文商旅融合发展的创新样板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的运营方 中国传播旗下爱达邮轮 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 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计划于2027年 在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开启国际航线 并将以广州为母港常态化运营 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拥有770米的暗线 10万总吨和22.5万总吨的国位各一个 在国内邮轮母港当中 口岸查验通道数量是最多 旅客后船的面积条件是最好 据了解和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摩都号相比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总吨位更大 长度更长 房间数增加至2144件 在产品设计上更加体现岭南文化 广州特色 全船娱乐休闲系统全面升级 公共区域和户外休闲娱乐区域面积大幅增加 将来我们第二条国产邮轮的航线将会面向南亚 东南亚地区和摩都号摇销辉 我们相信这样的部署会对中国邮轮产业协调 可持续高产量发展非常有意义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正在上海的 中国船舶外高桥造船基地进行总装搭载建造 全船有80%的结构分段已经完工 将按计划于明年5月第一次起伏 2026年底之前命名交付 东方卫视记者金普庆上海报道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今天发布消息称 将用于我国载人登月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三级液氢液氧发动机 近日完成了高空模拟环境的长城试验 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液氢液氧发动机 高空模拟试验能力 具备了千秒量级的水平 大幅提升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 高空试验能力 将有力支撑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的顺利开展 这次试验在我国首个垂直高空模拟试验台进行 是目前国际上试验时间最长的 液氧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台 当地时间的昨天傍晚 中国体育代表团各运动队分批抵达了法国巴黎 目前中国乒乓球队等多支赛程靠前的队伍 已经顺利的入驻奥运村 奥运村位于巴黎北部 占地约52公顷 中国体育代表团驻地位于塞纳河旁 目前楼外已挂满了五星红旗 加油中国的横幅上 还有一只憨态可居的大熊猫画像 眼下中国乒乓球 跳水 射箭 体操队等赛程靠前的队伍已入驻奥运村 加上团部相关保障人员 入驻人员在80人左右 此外 中国游泳 拳击 网球和羽毛球队等队伍也已抵达法国 目前正在位于多维尔的训练营展开适应性训练 后续各运动队将根据赛程分批入驻奥运村 正式开启本届奥运会的征程 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3号正式成立 405名运动员将参加30个大项 42个分项 236个小项的比赛 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小项数最多的一届奥运会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奥运赛火将然 上海广播电视台前方报道团队近日陆续抵达了巴黎 奔赴奥运的最前线 从五星体育东方广播到荣媒体中心 昨天上海广播电视台三路记者从上海出发前往巴黎 奥运期间 他们将深入赛场内外带来一手信息 想迫不及待地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新学会的法语 这也是我从降落戴高乐机场之后 一直看到的一句话 指的就是巴黎喜欢您 我觉得翻成巴黎欢迎您可能更好 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位于巴黎会议宫的主新闻中心和位于巴黎第三区 圣殿市场内的巴黎市媒体中心 未来大半个月内将成为奥运媒体人们的大本营 昨天东方卫视记者陈斌已先行抵达探营 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上有奥运会的标识 实际上在整个巴黎的市中心都有这样类似的奥运的标识 现在我已经拿到了奥运会的记者证 马上就要去媒体中心一探究竟 奥运期间 巴黎市中心的许多地标都将变身为赛场 巴黎本地居民也是东方卫视特约摄像的爱丽萨期待 能透过奥运窗口见证城市的变化 我看到整个中心的建筑都被改变了 你认为这个城市是准备的吗 我认为他们都很准备的 而且是很酷的 人们在河游泳游泳游泳 如果我们能够游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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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龙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独一无二 按他的说法 巴黎奥运会在塞纳河举行开幕式 就是独一无二的创举 而不是只是专业这场舞台 是完全一样的 你会看到世界艺术 舞台、舞台、舞台 巴赫也在会上赞赏了巴黎奥运会的筹备情况 同一天奥林匹克休战强在巴黎奥运村节目 数百名运动员在奥运村呼吁世界和平 巴赫出席活动 希望通过本届奥运会 以体育为契机 促使世界和平 当天马克龙也呼吁 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实现全球休战 他表示 这是一次体育盛会 也应是奥林匹克与政治休战的时刻 东方卫视记者陈斌 法国巴黎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 中方斡旋之下 巴勒斯坦所有14个派别代表 在今签署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团结的北京宣言 暴雨高温同时来袭 河南郑州等地强降雨造成短时内涝 浙江等六省区市气温超40摄氏度 受问题保健品事件的影响 日本小林制药公司会长和社长辞职 来关注各地殉情 今天中央迹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明两天 四川 甘肃 陕西 辽宁 吉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昨夜今晨河南郑州鹤壁等地 出现短时强降水 昨天傍晚 郑州主城区突降暴雨 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短时强降水造成城区多处积水 车辆被淹 路人出行受阻 市政城管等部门连夜出动强险排落 截至当晚10点 郑州城区积水点位超过30厘米的达到30个 全市有88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 部分高速路段现行 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营运时间 到今天零点左右 郑州城区的降雨基本停止 早上六点半 城区公交运营恢复正常 但因暴雨积水造成的12处路段中断 正在逐步恢复中 河南鹤壁多个区 昨天下午开始就出现短时强降水 当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 市政工作人员紧急启动雨水排涝泵站 打开下水井盖加快排水速度 受暴雨影响 当地多家景区临时关闭 截至今天早上六点 鹤壁城区积水基本抽牌完毕 这两天随着我国竹雨带北台 甘肃及临辽宁等地降雨增多增强 甘肃东部多地从昨晚开始遭暴雨袭击 其中强降雨导致定西通卫县一人遇难 甘肃九泉以东大部地区 这两天出现强降水 其中定西平凉多地出现大暴雨 最高累积降雨量出现在定西市通卫县 受强降雨影响 通卫县境内的国道247县发生山体滑坡交通中断 当地公路部门连夜组织机械设备和人员赶赴现场 强险保通 截至今天上午9点道路已恢复半幅通行 强降雨还导致当地一人死亡 详细灾情正在进一步统计中 目前强降雨还在继续 通卫县已经启动防汛抗旱三级应急响应 县乡村干部都驻守一线防汛抗洪 及时组织群众转移 气象部门预计 一直到今天夜间 平凉天水陵南部分地区仍将有大道暴雨 甘肃省已经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城塞预警 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吉林白城陶南市昨天也突遭暴雨袭击 城区积水深度在一米左右 不少车辆抛锚 消防人员利用大功率排涝泵阻 截至今天凌晨四点 陶南市城区抢牌积水作业结束 与此同时 辽宁气象部门预计 到今天夜间 省内大部分地区仍有中道大雨局部暴雨 而接下来 包括本轮降雨在内 本月辽宁会出现三轮区域性暴雨过程 累计降雨量相比常年同期偏多三到五成 目前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和铁路部门 正加强监测预警 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采取动态电证 轨道车巡查 和地面排查相结合的方式 充分应对强降雨考验 确保泄露行车安全 陕西多地今天也有大暴雨 需要加强防范 此前大范围强降雨导致 上落保机等地受灾严重 陕西省今早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提升到一级 此外 上落公路桥梁垮塌的救援工作 持续进行 指挥部将现场分为10个搜救作业段 组织4000多名救援人员分段搜救 截至昨天 事故现场搜寻到15具遇难者遗体 仍有20多人失联 再来关注四川雅安汉原县 马列乡山洪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 截至目前当地已经搜寻到遇难者遗体14具 仍有25人失联 今天 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消防 公安 民兵等救援力量 利用搜救权 无人机等 对村民住宅区域沿河下游段开展搜寻 我们分成多万个小组 利用望远镜 对我们视线范围 不能够清楚的辨别的地方 进行仔细的观察 对于我们其他一些可疑的区域 我们同志利用铁锹铁稿 将一些石块泥土进行翻松 具体查看到底如其他的情况 对于受伤人员 四川省医疗专家进行了多学科会诊 收治的15名伤员中有6人已经出院 在院治疗的9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当地紧急调拨了折叠床 防潮垫 下凉被等救灾物资6万件 全力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已有412名群众安全转移安置 安置点的食物 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充足 截至今天上午 马列乡新华村道路的断点也已全部抢通 超过5000户用户恢复了供电 今年第4号台风派比安台风中心 在今天上午已经进入越南广宁境内 强度逐渐减弱 目前对我国的影响已经接近尾声 海南进出岛及岛内交通恢复运行 与此同时 今年第3号台风隔美正在发展壮大 强度可以达到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级别 预计明晚将在台湾岛中北部沿海登陆 之后穿过台湾岛 在25号傍晚前后 在福建到浙江沿海一带登陆 带来强劲风雨 现在 台风隔美正直扑台湾 截至今天下午2点 台风中心位于台湾省宜兰县东南方向 约570公里的阳面上 下午开始 岛内风雨渐强 明晚隔美就可能登陆台湾岛中北部沿海 多个渡轮航线已经确定明后天停航 为防范台风隔美 福建海事局昨天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对客渡船适时停航 海上施工作业停工 人员上岸 昨天浙江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四级 浙江台州要求今天傍晚6点前 全市所有渔船撤离到岗 海上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 温州瑞安660艘的扶修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 另外 这两天浙江 舟山 台州等地都在紧急撤离游客 截至今天12点 舟山撤离海岛游客超15000人次 预计浙江东部北部长航线将在明天中午前停航 这两天多地高温还在持续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浙江 湖南 四川等地的多个城市最高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 在浙江西湖景区这两天开启占高温模式 高温时段多辆雾炮车洒水车开启作业 向地面洒水降温 在浙江湖州连日高温酷暑天气 分布在湖城街头的银行纳粮专区 成了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者的清凉驿站 一些商场 室内游乐场等公共场所 也成了许多市民选择免费纳粮的好去处 上午九点半 这家商场一开门 在室外溜达的市民就纷纷走进商场蹭凉 过去一周 浙江日均用电量已经超过23亿千瓦时 浙江采取多项举措保障夏季电力供应 包括首次开辟经福建从南方电网购电新通道 从省间现货市场临时增购应急电 低价电等 好 有关天气方面的消息就是这些 请 好的 白续续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进展 考古工作者新发现与玉石器生产加工相关的遗存 包含玉瑙紫料坑 石器原料堆积 石器披料堆积 石器废料堆积 石斧成品坑等 代表着生产加工的不同环节 经过专家初步判断为玉石器的生产车间 那么年代是商代的中期 距今约3500年至3400年 比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葬的年代更早 这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手工业的作坊 不仅为大量出土珍贵文物来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还为中华文明的灿浪辉煌 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务证据 浙江省体育局今天发布为期四天的公示 拟推荐羽毛球运动员张志杰申报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人选 这一奖项是中国体育运动的最高荣誉 由国家体育总局颁发授予取得一定运动成绩的 或做出特殊贡献的运动员以及教练员 张志杰生前曾入选中国国家青年羽毛球队 获得过荷兰青年羽毛球国际大奖赛南丹冠军等荣誉 上个月底他随队在印尼参加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期间 在赛场上突然晕厥 送医之后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17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5号至27号 出席在老挝万象举行的中国东盟十加一外长会 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外长会 东亚峰会外长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并正式访问老挝 今天的外交部离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期待通过此次系列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 为10月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做好政治和成果准备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地缘冲突延宕的背景下 东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区域经济一体化 持续推进 让本地区继续成为发展的引擎 合作的高地 是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普遍兴生 我们愿意同地区国家一道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 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办好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 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有关东盟外长会及系列会议的最新情况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老挝万象的东方卫视记者于华 于华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本次东盟外长会的日程安排和主要的议题 好的 白续续 那么第57届东盟外长会及系列会议的明天正式开幕 今年的老挝是东盟轮值主席国 那么今年的主题是围绕互联互通和更富人性为主题的 重点关注九个关键的优先事项 其中四个事项是围绕增加东盟的联通性的 包括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 数字化转型等等 另外五个是围绕增加东盟的实力的 包括筹备204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等等 除了外长会 东盟还将与中美俄日等对话伙伴国进行部长级的会议 合作和平仍然是东盟各国的新生 那么明天的会议主要是围绕南海行为准则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也会讨论东南亚无核武器的问题等 这都为10月的东盟领导峰会打下基础 那么目前东盟和中国可以说合作是越来越深入了 那么连续四年已经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那么去年贸易总值达到了6.41万亿元人民币 占到了中国外贸总值的15.4% 那么有分析认为 未来中国会在通信 电力 运输 基建等方面 大大助力于东盟的发展 那么比如说老挝 他在2021年的12月开通了中老昆万铁路 那么这条铁路现在连接了泰国 老挝 中国 并通过中欧班链一直远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真正造福了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民众 我这些情况就是这样 来续续 好的 非常感谢于华带来的介绍 昨天凌晨一名中国籍男性游客在日本大阪市街头遭持刀抢劫时受伤 当地警方称 案发时该游客和妻子正在返回住处的途中 突然被身后一名男子用小刀刺伤左臂和左手 并被勒索现金 遭到游客夫妇抵抗后 抢匪抢劫未遂逃离现场 该游客随即向附近便利店求助 并被送往医院治疗 当地警方透露 行凶男子身高约1米7 身着白色T恤 目前警方正在追查行凶者的行踪 诸日美军此前宣布将在日本山口县 严国基地部署于英运书记 昨天山口县和广岛县部分议员向日本政府部门提交请愿书 要求撤回部署计划 当天山口县广岛县和严国市的11名议员 向日本防卫省地方分支机构提交请愿书 质疑于英运书记安全性 要求日美两国撤回部署计划 15号驻日美军宣布将在山口县严国基地 部署于英运书机 部署预计在今年内完成 但没有公布具体数量 这将是驻日美军海军部队首次在日本部署该机型 不过2000年以来鱼鹰运书机坠毁事故多发 迄今造成超过50名美国军人死亡 去年11月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书机 在路尔岛县乌九岛附近坠海 机上8人全部死亡 昨天日本民众在山口县严国市举行集会 举着数十个写有红色怒字的大幅标语 呼吁撤回驻日美军的部署计划 此外日本政府多次隐瞒驻日美军性侵罪行的问题 也遭到集会民众的强烈抗议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 日本小林制药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受含红区成分保健品事件影响 该公司会长小林依雅和社长小林张浩辞去职务 公司专务山根聪将接任社长一职 这也是该公司历史上首次由非创始家族成员出任最高职位 小林制药还在当天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表示 在掌握消费者健康受损的情况后 公司未及时向行政部门报告 未及时做出提醒消费者和召回产品的决策 公司内部董事的经营责任重大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上海市领导分路慰问坚守岗位奋战高温的广大劳动者 陈吉宁表示要做好应对极端天气充分准备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确保市民安然度下 上海各界持续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促协调发展会沉乡融合发展新化卷 2024上海书展将于8月14日开幕 新业态新消费提升阅读体验 全面实行十名电子票 中方斡旋之下 巴勒斯坦所有14个派别代表 在今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团结的北京宣言 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欢迎回来 盛夏生成 上海全市各行业劳动者坚守岗位 挥洒汗水 奋战高温 全力保障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安全有序的运行 市委书记陈吉宁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等市领导 昨天分路深入基层一线和重大工程的建设现场 向辛勤付出的广大劳动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 陈吉宁说 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做好应对高温等集团天气的充分准备 进一步强化值班值守 监测预警 指挥调度和高效处置 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 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更好守护一方平安 确保市民安然度下 烈日炎炎 高温橙色预警高挂 外滩冰水区域仍有不少中外游客 驻足拍照打卡 欣赏两岸风光 市公安局黄浦分区的执勤民警 冒着酷暑巡逻在两公里长的江堤上 陈吉宁走上江堤 听取高温期间外滩江堤 日常管理情况介绍 看望慰问一线公安民警代表 他说大家以过硬作风 过硬本领 默默守护一方平安 充分彰显了城市窗口形象 打响了卫民服务品牌 向大家表示感谢和敬意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 连续作战的精神 为城市为群众站好岗 直好班 要强化极限思维 底线思维 依托科技赋能 加强对极端天气 和大客流的分析研判 全力维护好安全 有序舒心的游览环境 市领导丁竹有关负责同志 要更有针对性的 为一线民警提供防暑降温措施 让大家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助劳安全防线 陈吉宁还来到机场联络线 红桥二号航站楼 听取市域轨交网络规划建设 推进情况介绍 随后市领导来到站台 查看动车组调试情况 与一线建设者代表 亲切握手问好 细细询问大家来自哪里 在乎生活工作 是否安排妥当 叮嘱相关单位要用心用情 关心好一线建设者 让大家心无旁骛 投身重大工程建设 陈吉宁说 重大工程建设 事关城市长远发展 要坚持安全第一 质量为先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全力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精品工程 标志性工程 要从乘客需求出发 加强调查研究 优化组织运行 在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上 下好绣花功夫 为广大乘客提供更高效 更便捷 更舒适的出行体验 东方枢纽 上海东站工地塔吊林立 超大机坑中 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公正来到工坚休息点 与建设者代表握手 叮嘱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劳逸结合 市领导对照展板 听取高温期间 做齐时间 各板块推进等情况介绍 公正指出 要坚持精细化管理 精品化施工 加强防暑防汛 合理安排工期 手牢安全底线 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标杆工程 大暑节气高温酷热 公正来到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 科研实验楼工地 看望施工人员 对大家坚守岗位 艰苦奋斗 表示慰问 该项目统筹考虑了 科研人员工作 社交生活等多重功能 市领导查看建筑模型 详细了解建筑功能分布 设计特色和进度计划 公正说 要精心施工 早日建成 为科技人员工作生活 创造良好环境 为科创中心建设 做出新的贡献 建设单位要关心 关爱建设者 安全文明施工 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给出了任务书 路线图时间表 更是一声嘹亮的冲锋号 连日来 上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认真学习全会精神 深刻领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 大家纷纷表示 要以钉钉子精神 将全会决策部署 付诸行动建置于成效 以实干担当 把改革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全会提出 城乡融合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必须全面提高 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一直在探索超大城市 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农业体制增效实现新突破 农村环境面貌实现新提升 农民长效增收实现新提高 我们一定要用改革 激活创新 在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上下功夫 推动乡村建设 迪代升级 持续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作为上海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先行区 以及国家首批 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创建区 上海金山区将紧紧围绕 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 农民更富的发展目标 深化改革 着重在农业科技创新转化 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农村土地资源要求 河美乡村创建 农村人才盈利 农民征收支付等方面 深化改革 加强创新实践 着力破解发展平静和自主战板 不断为强农贵农 父母创造良好的环境 上海凤贤区则紧扣乡村振兴主题 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 治理融合水平 加快推动凤贤生态移居 城乡融合区建设 形成村民增收 村籍经济与农村环境文化 相融合的发展机制 我们将继续加大 新城返补农村的力度 每年土地出让收入 用于乡村振兴的比例 不低于10% 重组上海农村产权交易所 做大农村集体经济 做强百村集团 完善农村收入的分配机制 持续缩小 城与乡 镇与镇 村和村之间的差距 全会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滤 增长 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 上海崇明当前正紧紧围绕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以及碳中和示范区建设 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下阶段 我们将持续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合算 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入境 形成创新生态资源汇集区 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名片 长江历史发展标杆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要写好水资源这篇文章 上海现在正大力推进 初期雨水调蓄池建设 已建成27座 再建103座 并推进排水管理体制改革 除了我们非常关注的水质指标以外 我们可能要更加关注老百姓 有切身感受到的 合乎的清澈度的提升 包括奔占放江对河道水质的冲击更小 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强 我们将推行我们的水美社区 和水美乡村的建设 坚持以生化改革为引领 上海还在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工作 下一步修订上海市碳排放管理条例 以及配套制度出台 上海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修订印刷业 涂料油墨等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以及社会生活造生 饮食服务业等污染防治办法 以法制力量推进环境治理体系 和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 贯彻人民城市理念 上海还在着力打造公园城市 在多建公园绿地的基础上 开放共享更多单位附属绿地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在公园中进行无界的融合 融入更多的服务功能 为市民提供更有特色 服务更加优越的区域 最终为整个上海市生态之城的打造 添砖加碗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经过历时一年多的精心修缮 今天位于斯南路73号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住户办事处纪念馆 也就是州公馆重新对外开放 上午10点修缮后的州公馆正式开馆 这幢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老洋房 是上海唯一保存完整 并对外开放的周恩来纪念地 1946年到1947年国共谈判期间 周恩来在这里工作生活 由此得名 如今老建筑修旧如旧 每个房间都根据历史资料 进行各场景复原 而且不再设置一米线 让观众拥有真切的沉浸参观体验 这间房间就是周恩来的卧室兼办公室 里面的陈设非常的简单 我们看到办公桌上还押了一张新华日报 据说周恩来经常在这里服岸工作到深夜 这间会客厅是周恩来当年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地方 虽然这房间不大 各个媒体的记者都集中在这儿来采访我们的周恩来同志 采访周恩来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我们说和平的主张 所以这是我们党一个我们说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阵地 此外周公馆内的史记陈列展览也进行了升级 详细梳理了现有馆藏文物资源 增加食物展品三十多件 再现了当年艰苦卓绝的风云岁月 到上海就总想着要到这里来看一看 看看父伯母他们原来曾经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 也是挺有感情的 能够清零这里然后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物 会给青少年们有更加身临其境沉浸式的体验 来让他们感知到我们的先烈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这里奋斗终身 值得一提的是周公馆楼前的花园也首次开放 还与相邻的71号院中花园联通 整个花园区域还延长开放时间 夏天到晚上9点闭圆 与周边街区有机融合 使红色文化走进上海的城市生活 让公众能够零距离感受其独特的历史氛围和文化底蕴 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2024上海书展即书香中国上海州 将于8月14日至2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 今年的书展将着力培育阅读家新业态新消费 比如周末夜场延迟半小时至晚上的9点半臂展 本届书展全面实行10名电子票 今天下午的5点在大卖售票平台上开启预售 读者可按需选择场次购买 预售期间为了方便老年群体购票 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凭身份证 前往全市30多家新华书店的门店 由工作人员协助购票 书展举办的期间 主会场的入口处还将设置便名服务点 为老年读者提供现场购票 为残疾人士提供专用通道等服务 上海出品的电视剧《繁花》播完至今热度一直不减 7月27日也就是这个周末 《繁花》的拍摄地上海影视乐园《黄河路》将首次正式的对游客开放 记者昨天晚上先期进行了实力探访 欣赏到了霓虹灯下的绚丽夜景 《繁花》《黄河路》拍摄地开放后 参观时间仅限夜场 只为更好呈现黄河路的风采 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街景风情 上海影视乐园耗时4个多月 通过道具和置景艺术 还原了90年代黄河路的烟火器 霓虹灯是90年代上海最具标志性的符号 乐园光是复原《繁花》剧中 志真园、金美林、红路等酒楼的门头霓虹灯招牌 就超过了30个 除了外景 例如志真园的一楼内景也将开放参观 走进大堂 你也仿佛成为了90年代黄河路上酒楼的客人 硬件到位 互动式的体验活动也必不可少 黄河路拍摄地开放后 游客可以在拍摄点位按下快门 捕捉霓虹灯下的繁华景象 可以品尝地道的年代特色小时 还可以与演员互动 演艺剧中的经典场景 充分发挥影视IP的现象级效应 持续开发丰富的文化夜生活产品 《繁花》黄河路拍摄地开放的同时 《喵星人狂欢夜沉浸式》主题也将同步上线 《黄河路》开放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 其实也算是上海影视乐园第一次打开全员的常态化夜场活动 我们整个的主题叫《喵星人狂欢夜》的主题 乐园的内内外外加上黄河路上 其实有很多大家值得取答卡和铁的内容 目前上海影视乐园正加快探索影旅融合新业态 力争以电视剧繁花为契机 打造多元化文旅家消费模式 同时也希望形成反哺效应 传承海派文化 助推影视剧出海 东方卫视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去年开始 服役30年的上海内环高价 已经完成了两期年轻化改造升级 本周六这一城市快速高价道路 将再次启动 换新大修 这次的内环高价年轻化工程三期 从护泰路至中山北二路路段 总长约4.72公里 共包含五条匝道 第一阶段内圈将在本周六正式启动 预计9月19日前完成 今天在现场可以看到 内圈施工平台已经基本搭建完成 明天开始将进入施工准备期 前不久因设施老化 叠加持续高温影响 上海内环高价发生局部 鼓包拱起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 这次改造也做了预防性考虑 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也是增设一点伸缩缝 然后来释放它的一个硬力 那么其次呢 我也是增强了一个路面的纵向钢筋 然后提升它路面的一个 纵向这个抗压能力 相比前两次内环三七年轻化改造的路段长 扎道多流量大 并涉及与南北高架交汇的共和心路立交 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尤为重要 就是适当的把它的封路时间延迟到我们的零点 所有高架的车辆转移到地面以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适当的一些主流方向的信号灯的配置呢 适当的延长 保证地面道路的通行的顺畅 我们三七呢和一二七的区别呢 就是我们要跨南北高架 我们基本上是利用南北高架 它养护作业的时候进行使用 目前总体来看 改造期间 日间高架车道不减少 工作日夜间高架单向封闭 双休日夜间高架车道双向封闭 内环高架普西段主线全长31公里 1994年建成通车 是上海最早建设的城市快速高架道路 从今年开始到2028年 都将持续推进功能提升和设施完善工程 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中 将成为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由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研制的体外诊断试剂 即将开展临床试点 患者服用的药物具体的效果如何 通过便捷的血液检测一试便知 这也是国家药监局开展相关的试点工作以来 我国首个完成备案的项目 这一组五颜六色的试剂评 就是医院自研体外诊断试剂001号 由他们制成的试剂盒 全称叫五项抗癫痫药物浓度测定试剂盒 只需要两毫升静脉血 医生就可以用试剂盒 定量测定癫痫患而血清中的 五种治疗药物的浓度水平 这五款药物的话 一个也是目前属于 专家共识推荐的 一线的这个临床用药 一个药物它是否有效 或者是它对孩子是否有毒性作用 那么主要是还是要看它 在血液中的血药浓度的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介绍 通常情况下 患而服药后 医生要根据一段时间的症状反馈 来决定如何增减用药 但对于一些复杂严重的 癫痫患而而言 并没有那么长的用药观察期 如果不及时精准用药 就可能出现脑功能损伤 正是基于这一难点 院方决定自主研发 并向国家药监局申报首批试点 对我们这样的医院来说 也是非常好的提升一个能力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很好地激发了 我们临床医生的积极性 专家介绍 相比于企业 医疗机构有自己的研发优势 研发时间可以大幅缩短 而且更贴近患者实际需求 我们的目标当中 希望目前的这个产品 在一个医院内进行试点使用 将来慢慢地通过 累积相关的数据 这些数据将来能够用于注册 这样整个所有的医疗机构 都可以使用 目前上海共有四家医疗机构 纳入医疗机构 自行研制使用体外诊断试剂试点范围 相关部门将持续优化工作机制 加强备案后风险监管和质量评价 保障患者用泄安全 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听锁定东方新闻 稍后您将看到 中方斡旋之下 巴勒斯坦所有14个派别代表 在今签署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团结的北京宣言 现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发表声明称 以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应中方邀请 包括法塔赫哈马斯塞内的 14个巴勒斯坦派别 7月21号至23号 在北京举行了内部和解对话 今天上午 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和解对话 闭幕式在北京举行 巴勒斯坦各派代表 签署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团结的北京宣言 王毅指出 巴勒斯坦各派只有用一个声音说话 正义之声才能更加响亮 唯有携起手来并肩前进 民族解放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此次北京对话最重要的共识 是实现14个派别的大和解大团结 最核心的成果是明确巴勒组织 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最突出的亮点是同意围绕 加沙战后治理 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 最强烈的呼吁 是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中方愿同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协调 共同为落实好今天达成的 北京宣言做出努力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也介绍巴勒斯坦各派签署 北京宣言的有关情况 这是巴勒斯坦14个派别 首次齐聚北京举行和解对话 为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 带来了宝贵希望 宣言高度赞赏 中国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力 结束分裂 统一巴立场所做的真诚努力 强调因在联合国主持下 召开地区和国际广泛参与的 具有充分授权的国际会议 认为北京对话展现了 积极和建设性的精神 同意在巴勒斯坦组织 这一巴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框架下 实现涵盖所有派别的民族大团结 中方真诚期待巴勒斯坦各派 在内部和解的基础上 早日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统一和独立建国 我们将同有关各方一道 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昨天以色列国防军队加沙地带南部城市 汉尤尼斯部分地区下达新的所谓撤离令 相关地区为以军此前划定的所谓人道主义安全区 以军称由于近期哈马斯武装人员多次利用相关区域 对以色列南部发动袭击 以军需要在相关地区对哈马斯采取强力行动 随后以军对相关地区展开长时间大范围的猛烈空袭和炮击 截至目前已造成81人死亡 超过250人受伤 同一天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开始访美行程 预计将会晤美国总统拜登 副总统哈利斯等人 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内塔尼亚胡还要求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见 特朗普方面对此尚未正式确认 在拜登正式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现任副总统哈利斯昨晚发表声明称 他已经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当天 哈利斯前往位于特拉华州的竞选团队总部发表讲话 此前这里是拜登的竞选总部 而现在正式由哈利斯接手 哈利斯表示 他已获得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所需的支持 期待尽快正式接受提名 将团结民主党和美国在11月打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美国总统拜登21日宣布退出今年的总统竞选 支持副首哈利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昨天拜登通过电话参与了哈利斯的竞选首秀 并表示 接下来还将参与哈利斯的竞选活动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定于8月19日至22日 在芝加哥举行 有报道称 民主党方面计划提前进行线上投票 正式确认党内总统候选人 而另一边 针对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遭未遂刺杀一事的调查 正逐渐深入 昨天 美国特勤局局长齐特尔就此事 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 举行的听证会 承认该机构未能阻止暗杀企图 不过 齐特尔以调查正在进行为有 多次拒绝在场议员提出的问题 并表示 希望延期60天提交一份相关报告 美国两党议员对此表示愤怒 一致反对他延迟提交报告 并要求他尽快辞职 但齐特尔拒绝辞职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针对此前波及全球的大档机事件 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 昨天给重机公司去信 要求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库尔茨 在24号前与该委员会联系 参加档机事件听证会 数据显示 受到档机事件严重冲击的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 22号又有上千架次航班被取消 达美航空表示 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才能从全球网络故障的影响中恢复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想要回看今天的东方新闻 了解更多资讯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看看新闻客户端 感谢您的陪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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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